搜罗大社会事件探索人性故事 欢迎收看这个小时的台湾大搜索 我是洪淑芬 你知道吗 在嘉义布袋海边附近有一个村庄 每一年都会举办一个神秘又特别的赶鬼仪式 时间点还特别选择在农历七月滚明开前的三个晚上 入夜之后走在路上的村民们提着火把 他们说这是王爷初寻抓鬼 而村民的火把就是武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踩钢入夜 嘉义布袋沿海过沟村 正进行应该温度的神秘提示 各方神秘的起驾来到库沟村 还有鸡瞳眼灵安宁 乍看之下像热闹的庙会活动 但这其实是一场赶鬼行动 他这个孤温的过就是过去台湾过头的 还有一个野生 这要赠这个 刚刚过面开车的 走出来去给他们这儿的团队 这要先处理掉 每到农历鬼门开前 连续三天晚上 全村手拿火把 跟着王爷的软轿 以及同来驻镇的众神明 一起徐世村庄 台湾大搜索团队 跟着赶鬼队伍贴身采访 突然 但我们可以看到王爷不停着 在吉他局门口来回的晃动 而根据庙方所说 这个意思就是代表说 这个地方有可能有不干净的东西 可以问一下现在是什么动作吗 现在我都不知道 通常都是先离后宾 先宣告说我们要做这些动作 然后请他们离开 这时 其他电视里来的工作人员 出现状况 然后在五到五云的时候 我不知道已经踩空 然后就落到旁边的水泉里面 就起来的时候 然后大家可能觉得 我可能被母亲的抓起来 现在都不知道 对啊 然后他们就 那个老鸡筒就来帮我 化解收金这样 这还只是简单的 而王爷赶鬼的第一天 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得自行回避 如果有不停劝 王爷就会透过鸡筒下达命令 原来王爷是透过鸡筒 请庙方准备贡品 盐巴等材料 要在第二天晚上 和不肯离去的无形之物 来个硬碰硬 第二天晚上 金鸡筒出动各式把鸡 强制驱离不干净的东西 全城撒米一路赶到 1.5公里外的海叶巢 我们的外围这个东西 玩鸡筒就等于算是 我们的一个最边境 那我们已经把它驱逐出去了 我们就是回防到我们村庄里面 继续去完成我们今天的夜巡绕境 这时突然有了状况 王爷就只是说那一棵树 如果现在不处理的话 可能时间拖得越久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处理了 以免它就是越来 跟着时间越来越久的时候 它的能量越大 在21世纪的科学滋味下 令人有些难以置信 但庙方说 他们曾经亲眼目睹 王爷献身 晚上我们的棋手 从人家来到 后来到这时 把它撞下去 冲下去之后 他们的棋手在板树的时候 把这些信徒看得到映像 看得到在水面 撞下去之后 然后再过一分 爬红火起来 红火一直 撞下去之后 又跟它消失在我们的眼前 像一般神明 它是属于比较阳的力量 所以它所呈现出来的火光 会比较偏向黄色 黄色 那尾魂的话 因为它是属于阴的 所以它所呈现出来的光环 它的光气会比较偏向幽暗 比较新的颜色 红火追青火 就是王爷在改轨吗 这火光消失的地点 就在团结桥边 让村民嘖嘖称奇 早年过欧村的村民 一直以来都赖以产科和养殖为业 但这么淳朴的农业村庄 却频传溺水事件 我们廟的四户恋档 都遗云了 头前后遍整个都遗云 以前漏了 没有漏顶堂照明 有时候晚上出的 如果没刚好就帮了 就逆逼死 但因为一般民俗上认为 这种凶死的回魂 是带有怨气跟暴力之气的 那当它冤魂不散的时候 它无法去投胎 就会产生抓一个交替 它才能够离开这种地方的说法 因此王妍透过机桶指示 要求村民手拿火把 跟着软轿赶跪 火灯也许流传至今 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 原则上我们火灯的制作的时候 补完泥土它已经大致上都完成了 那为了要赋予它胜利 为了要赋予它胜利 参与我们火灯夜训赶轨的部分 所以我们最后一个步骤 是把它贴上布令 赋予它一个胜利 那跟着我们一起参与 晚上的一个绕境的活动 早年的火把 现在计划成 比较安全的玻璃瓶油灯 晚上大人小孩带着火灯 跟着王爷熟悉 他致在遗事中 真能把柜赶走吗 村民沿袭自庆功市面前 至今的胡法 保兴安